习近平受益陈敏尔可能接班王岐山 王岐山贵州考察接班人 中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隐身近40天后 近日现身贵州搞调研 引发舆论界新一轮解读 美媒刊发评论认为 王岐山贵州执行益在考察接班人 被指可能跳级入场的习近平亲信陈敏尔在受关注 6月22日 中纪委官网报道称 王岐山6月20日至22日在贵州省检查纪检检查工作 这是王岐山隐身40天后现身 6月30日 自由亚洲网站发表高新的署名评论文章说 王岐山无论是19大退休 还是虽然在19大连任常委但不继任中纪委书记 都会有一个下届中纪委书记花落谁家的问题 如今北京政坛内有不少人都根据王岐山的最新去向 推测习近平可能已经为王岐山选好了中纪委书记接班人 文章说 王岐山最近这次在贵州现身 不仅粉碎了那些试图打击他的政治前途而传出的谣言 而且很可能代表中央完成了对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的政治考察 此前 明报上月有分析认为 目前传出的19大政治局常委人选中 王岐山很可能接任人大委员长 今年4月20日 习近平特意到贵州参选中共19大的党代表资格 高新认为 习近平的政治履历与贵州没有任何渊源 却选择在贵州选出19大的党代表资格 目的就是要显示自己对执掌贵州省委书记的陈敏尔的倚重 向外界表示陈敏尔是自己看重的人 相当于为陈敏尔打政治广告 文章分析 加上贵州是个贫穷落后的省份 其影响力无法与广东等经济大省相比 而且陈敏尔出任省委书记还不满5年 所以 如果没有习近平特别的照顾 陈敏尔很可能在19大上选举中央委员的投票中吃亏 文章认为 有习近平这样的领导垂青还是不够的 陈敏尔试图要想更进一步 还必须经过中纪委这一层面的审查 而王岐山今次到贵州 就是到当地去听陈敏尔的官声及利平 给旗下政治结论 文章披露 在王岐山此次贵州之行之前 北京政坛内极有传闻说 习近平已经把19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内的党务主管 中纪委书记 这两个最重要职务的接班人选拔对象 集中倒立战书 赵乐际和陈敏尔三个人的身上 故此 王岐山贵州之行的消息一经报道 北京政坛立刻有了王岐山是奉习近平之命 考察陈敏尔接班中纪委书记的说法 现任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是习近平当年主政浙江省时的亲信救部 其仕途一直被看好 19大入局毫无权念 路透社今年3月引述三个消息来源称 陈敏尔是一只黑马 在今秋召开的19大可能一举近身7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至少是进入政治局 陈敏尔现为205名中央委员之一 如果入场将是两级跳 不过 陈敏尔可能接班王岐山的说法是首次传出 此前 去年底曾有消息称 陈敏尔将调任广东省委书记 但消息一直未坐实